今天看广告的这件事情 虽然他狠狠骂的是移花接木 但确实是不是有效的 我反而要送他四个字 求仁得仁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不是吗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这不用我们这种评论 我跟施老师跟宝珍来讲这个 这个所有三岁小孩 犯夫走卒都知道会发生的结果 这个需要我评论吗 这一定会的嘛 这个有什么好我再去预言 这本来就是这样 求仁得仁 我反而再问一句话 求仁得仁之后再问你一句话 要不沾锅 这不是沾了吗 是啊 这不是沾了吗 而且你不是自己愿意沾 我给你讲啦 还是沾了 我们下厨房的人 我感觉我自己抹手 我会让他们打整身口的油 没错吧 我自己煮菜 我宁愿自己弄得整手都油油的 我看着美美的菜我也高兴 煮烂的我自己吃我也爽嘛 旁边你把你黑白沾 那个肉那个菜沾的全身都是什么 你会不高兴 对你还甩不开 哎呦 但是你自己沾你不会痛嘛 你要不沾锅 这不是沾了吗 我想请问侯市长 你赢在哪里 你赢在哪里 而且这个事件也充分看出来 侯友宜他的策略错误 其实我反而希望 如果侯友宜可以真 因为这次的事情 调整自己的体质 跟团队的处理事情方法 他一定可以再往上一接 因为他从来就是不沾锅 也不想要人家去弄他 所以也保持了中立选民 旁边大家都可以靠着他 问题是你成功了吗 你还没有真的开始选2022跟2024呢 你摸到整身口都是啊 那你下一步要怎么办 你要继续用这个方法吗 你遇到的是民进党 你确定你要用这个方法 可以一直完毕 这身体一直到2024吗 难啊怎么可能 你光看他最近的危机处理 及不及格 我做公关的啦 我光看到危机处理毫不及格 光第一时间出来面对记者 左之右处 这像是一个民调70%的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危机处理方法吗 如果以随便一个柯文哲 被人家打的 放在侯友仪身上找挂了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嘛 你今天这个事情和柯文哲保证 这个柯文哲对来讲是家常便饭啦 几乎每个礼拜都来一场 每天 每天啊 常常听率蛮高的 请问柯文哲 他现在有怎么样吗 人家天天你要买就来买 反而刀枪不入了 对嘛 我久而久之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今天你看他回应什么 你昨天记不记得 我爸爸卖了一辈子的猪 从不卖萊猪 以前就没萊猪 老师 一句话就吐喚了 什么时候你爸卖过萊猪 你告诉我 WTO以后我们就开放美猪了 这是25年的事情 你今年64月 你以前爸爸卖萊猪 那表示你那时候 你讨厌 还输到爸爸吃了 萊猪是1999才开始有的啊 对啊 24年嘛 现在呢 你爸爸应该是在你 40年前卖萊猪的 不好意思 卖猪肉的 40年前有萊猪美猪这种东西吗 你爸爸本来就没有卖过啊 那就算开放了 请问有萊猪吗 也没有啊 所以你今天所有 侯友宜的回应都叫什么 左知右触啦 狼狈不堪 我的意思是 我今天我也不想再打你了 因为你就是这样了 你今天是被人家看破手脚了 你知道吗 你今天是被人家知道 你前驴俱穷 就是你就是这样子 前驴俱穷的故事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驴子在那边踢两脚 踢三脚 后来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怕 后来光发现 你就这招啊 我就直接给你咬下去了 民进党这次完全知道 你就这样 所以才有这个报纸 对 你懂我整个逻辑下来 民进党知道你最多就是这样了 我玩你也刚好而已 环团他也知道你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环团因为你骂他 然后他说抱歉 不好意思 因为什么 没有啊 我报导的完全都是事实 人家根本不care你嘛 所以我真的要跟侯市长讲 你如果真的有心取到 当然我上次论述过 他从来目前还没 警察的性格就是机遇战 他把目标放在那边 他一路的努力 最后达到了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 侯尔宇的心态是这样 所以常常大家评论说 他以后就是要选总统 现在都在为 不要闹了啦 等你们知道警察性格 就知道他不是这样想的 那不管怎样 中间的过程是不是很重要 你还会有多少次的这个事件 绝对后面还一吐落 你学学科文哲 你该怎么去处理 然后团队应该怎么去应对 而不是不断的要去 从间扭捏作态 然后去不小心处理一点 然后再说一点 然后没事 然后过几天不讲话 然后让他风平浪静 这个方法未来不适用了 民进党经过共同同之后 只会对你更狠而已啦 除非你哪天宣布不要了 民进党就是你是他敌人 他一辈子都后面盯着你 光看最近严宽衡 严宽宽从他以前 没招惹过民进党啊 只不过选个补选而已 现在够惨了吧 很惨 天天啊 天天 严宽宽昨天不是公布 前天不是公布一个 政论节目 一言堂 一个节目可以一天 攻击他一点多次 好恐怖哦 侯友宜你确定你不会吗 你觉得大人管的事件 不会再发生 然后2022 你还有国民党的 这些人帮你吗 有你最近骂这些不累的 我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些人 杨子斗会帮你吗 在两年后杨子斗的声量 可能不止这样子了 他可能可以帮你一个忙哦 侯汉廷呢 罗志强呢 高金素煤呢 我们这些人呢 你又没有我们在护卫你了 上次大人管是大家撑着你起来的 你的岁月静好 是我们帮你负重的耶 你做了什么事 你没有啊 是我们在帮你在这边解释 是国民党在旁边帮他 护着他 再来呢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 这个报纸已经让你看出来了 就是这样 再来 这个报纸为什么会有这个做法 正常 正常 非常正常 因为他要取的就是 到现在剩下两天 最关键的叫四个字 中间选民 这个报纸打的就是中间选民 侯友宜是当今各个政治人物里面 中间选民靠过来数量最多的 纯度最高的 那今天这个报纸要的就是这40% 我跟各位讲 昨天民调大家说还有37.7%的中间选民 我跟各位讲绝对超过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一场不叫选举 选举比如说像颜宽恒跟林静怡 那一定有我就是要投你 我就是要投他 会有分裂的状况 对不是他就是他 今天公投的本意 本来就是你可以决定 所以他中间选民的数量一定会特别多 民进党哪怕他现在把他的政党对决 炒到最高点 我跟各位讲 我以民进党民调到最近这一年来最高的28% 国民党最大衰的14% 民众党再普通的10% 我要加起来一败一败 那个叫一败一败 就算全部加起来多少 50 没错吧 28加24差不多就是50嘛 其实他是40几%的 40%几这个报纸一登出去 你觉得会有多少效果 他目标选民就是40%几 40%以这次2000万的标准投票 我不管投票率的话 就有800万人 如果万一全部2000万全部投 光800万人就过了 可不可怕 这个数字可不可怕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 剩下两天的重点 偏广告抓到的就是中间选民 超准 这后面必定高人指点 完全是高人指点 这一看就知道后面不知道多少的 SOWSWAT分析 有多少的那个 然后内文布置之准的 他们一定很多的讨论 我们把侯友宜的拿来 我们为了中间选民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登什么 是不是要 最后他们决定用手写 手写代表的是什么 那个意义就是这个人说的 手写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说的 如果他用广告字呢 又差一块了 对不对 味道不太对了 味道就没那么准 今天他用手写 他擦边球跟你讲 我好像是侯友宜 好像是侯友宜 连施老师早上都差点以为 侯友宜是要翻脸的是不是 对不对 某一看真的会这样觉得 某一看 看标题然后看签 然后那个民众署名在那个右下角 那么小的三个字 你不去找看不到的 请问今天早上会有多少 施政峰跟罗友智 我也吓到 我本来打开我 现在是要闭脸吗 后来再看 请问有每个人 有几个人像施政峰老师跟罗友智 这样会仔细再去分析再去看 我们叫政治评论员 对啊 这些泛夫佐治一看到 好有他叫我们来就好了 那就知道要怎么打啊 这个这一篇这个操作准不准 厉害 你说是环团吗 我真的不觉得只是环团而已 我觉得背后一定还有更高人指点 可是我们就是束手就擒了吗 我真的不觉得 我真的觉得中间选民 不但民进党可以抢 我们也可以抢啊 我们要更多的论述是告诉大家说 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这下子变成街头就很重要了 街头这些一个一个深入到里面的 你每一个人去拉四票的三票的 我看这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杀伤力真的有 他就针对到百分之四十 可是请问百分之四十真的完全听他吗 这次不叫选举 我真的还是要跟大家讲不要失败主义 这一次不叫选举叫公投 他的本质就是不一样 哪怕民进党再怎么用尽他的方法 本质还是叫公投 他没有对决的本质在 是他硬套上对决的 那硬套上的东西 强摘的果实不会甜嘛 里面一定能抢毛毛膀 所以这个洞 就是中间选民可以穿过去 所以这两天 不管国民党 不管民众党 不管中天 不管TVBS 我觉得大家只要去努力论述中间选民 绝对不会有全书的那种现象 还是有机会 这百分之四十他就在做这个事 那我们就诉求求求求 我不觉得 我觉得中间选民这两天 拜托大家 就那么一个动作 你遇到那种 你跟他讲 然后他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想 红友谊就说 好好跟他说 五分钟 不管你在跟他泡茶的 他菜还没交到你手上 刚才你嘴巴的 好好跟他讲 跟他讲完 中间选民你该尽的本分 尽量劝他出来 多一票 就是一票 多一票 我们就往台湾未来多迈进一步 就这么简单